大家好 今天是4月14日 星期二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秘司衛生官員今日公布新冠疫情的最新狀況 省內新增27宗確診個案 累計總和增至1517宗 目前有134名患者住院 其中58人需要接受深切治療 今日亦再增3宗死亡個案 累計死亡人數增至72人 新增的死亡個案 全部都與護理設施有關 今日亦再多一間護理設施爆發疫情 溫市的South Grandfield Park Lodge 出現手中確診患者 先前公布的Bilance Nursery社區爆發 再有3人確診 聯邦懲教中心Mission Institution 再有6人確診 確診人數增至41人 其中7人需要住院 衛生部門仍然在懲教中心進行檢測 和加強爆發應對的措施 另外 有942名患者已經完全康復 東岸方面 安省今日亦宣布 新增483人確診 確診的總和增加至7953宗 死亡人數亦增加至334人 灰傘最新宣布新增691人確診 確診的總和增至14248宗 死亡人數亦增加至435人 全國的確診總和增加至27063人 大家好 我是卓能聽力中心的李智蓮博士 因為疫情緣故 根據有關指引 我們暫時只可以提供急診服務 必須電話預約 希望不久將來 可以再為大家提供全面的聽力服務 受到疫情影響 運輸連線Translink 至3月中旬以來 獲得巨額虧損 每月計 估計虧損達到7500萬元 運輸連線正向聯邦和省府尋求 緊急資金 以維持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的 基本運輸服務 他們說 假如沒有緊急資金支持 大溫哥華的通勤者 將要面臨交通服務被削減的局面 意味著 乘客等待的時間更長 可乘搭的班次更少 每次的承載量更大 大家好 我們是明報加拿大發行報的同事 在現時疫情嚴重的情況下 我們知道 你不一定方便出街買東西的了 所以明報現在提供3個月送報上門服務 每天將明報送到你家門口 如果你需要我們送明報去到你家的話 只要打個電話通知我們就可以了 我們的電話號碼溫哥華是604-247-4278 溫哥華市警說 在過去幾個星期已經逮捕 以及起訴了40名食鹽店鋪導師的疑犯 當中包括擅自闖入 盜取財產等等的罪行 溫哥華市警說 正在此嚴厲打擊犯罪 會繼續在特定區域增加警員巡邏的次數 警方有提醒商店要做好防盜措施 例如將商品收好 不要在窗外可以看得到 或者利用百頁窗降低店內的可見度 增加室外的照明 確保公司的周圍光線充足 和經常檢查店鋪有沒有被人強行進入的跡象 為了加快對新冠病毒的檢測 聖保六醫院病毒實驗室在3月底 開始啟用一個高客率自動病毒檢測儀器 這個名為Roscobus 6800系統 是本國首個全自動的病毒檢測儀器 聖保六醫院病毒學部門總監Mark Ronney醫生指 病毒的檢測對現時的疫情非常重要 而這個系統可以將檢測量提高4至5倍 他說 實驗室目前有兩部同樣的儀器 理論上可以在24小時之內檢測近2000個樣本 和平時的視頻新聞 記得免費訂閱明豹DailyVancouver的 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就可以收到最新消息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like和share影片 聯邦政府又在收緊對海外人士入境的管制 總理道路多今早宣布 由今晚午夜開始 所有由海外入境加拿大的人 即使沒有病徵都好 如果不能提供合適的隔離方案 就要強制到聯邦政府指定的酒店隔離14天 但是住宿費就由政府找數 但是什麼才是不合適的隔離方案呢 杜魯多舉例 如果入境人士 上部隔離地點是有超過65歲的長者 或長期病患者居住 又或者當事人離開了加拿大很多年 今次回來都沒有辦法提供確切的落腳點 都算是 至於還包括其他什麼情況 就由把關的工作人員自行斟酌 加拿大的經濟停擺了一段時間 很多人都想知道究竟什麼時候才可以恢復正常 杜魯多就說不急得還要等多幾個星期 他又說每個省份的疫情走勢都不同 聯邦政府現在正正與不同的省政府溝通 協調什麼時候可以重新開放經濟 不過肯定會分階段進行 總之 疫苗一日未面世 一切都要謹慎 說到剛剛過去的復活節長周末家旗 杜魯多由奧頭華的官邸開車30分鐘 去到灰省Harrington Lake的別墅 見老婆和三個子女 他太太之後還在Instagram上放閃 結果被網民抗插 說總理說一套做一套 叫加拿大人這個復活節假期要忍一忍 不要出去探家人 但自己不守規矩 杜魯多今天就解釋 老婆和三個子女已經住在獨家屋三個禮拜 他只不過是和他們會合 況且上個禮拜他早就離身了 不過被人罵的不止杜魯多一個 聯邦保守黨黨魁希爾都不好得幾多 因為他帶著一家大小 由Regina 飛到奧頭華 掌管安省新冠病毒疫情的一把手 省長度假福特見到疫情接連在 長期護理安老院爆發 一直都說不會省錢 只要能夠救回一條命 他都不會省著荷包 今日他有在泵水 承諾是安老院工作的個人護理員 不可以再滿禮 開完一間再去另一間part time 只能夠做定一間 省府承諾會為護理員補回一條數 多士 Ethopical Itamiel安老院 已經有25人死於新冠肺炎 還有49人確診 之前士加堡Seven Oaks死了22人 曼常會中區華浮院子死了8人 還有Chartwell Gibson死了5個人 這個 list goes on and on 令知福特禁心痛 原來許外母大人也住在長期護理安老院 在多士West Park的安老院裏面 里格安老院現在已經有5個人死於新冠肺炎 院裏面還有10人確診 14位護理員中招 他說每次和老婆去探外母 隔著玻璃跟她說嗨 自己心裏面都是非常難過 他說省裏面有幾千個家庭都和自己一樣痛苦 省內現在已經有93間安老院爆發疫潮 大家都要為長者想一下 盡量保持社交距離 打贏這場仗 溫哥華明天15號星期三的天氣預告 早上陽光普照 氣溫最高16度 內陸地區可以高達20度 晚間天清最低只有6度 現在看香港新聞 香港今天新增3宗確診個案 病人全部都曾愛有 包括2名劉鶴先生 另外1名61歲 曾經度過美國和德國的男士 早前在泰國確診 他在當地經治療後對新冠病毒呈陰性 獲發健康證明相機 他在4月12日 坐國泰航班CX708回到香港 他回港後接受檢測 再次對新冠病毒呈陽性 他現在暫時沒有病症 在東區醫院留意 有消息說 中國三大男高音之一的莫華倫 前天由泰國反過後 被驗出對新冠肺炎呈陽性反應 昨晚被送往東區醫院隔離病房 再轉一步檢測 據悉他情況穩定 有指莫華倫 在3月17日到4月11日期間 在泰國一近醫院就醫 在疫情之下 很多人都失去了工作 香港就有曲棍球教練 要暫時轉行做外賣速遞員 但是他就說不覺得心酸 只是盼望捱多一會就沒事 26歲的曹子豐 是曲棍球港隊成員 平時的主要收入為曲棍球 但是他現在的課程全部暫停 要暫時轉行做外賣速遞員 月入入原本的12000元 跌至現在3000至4000元 不過他說獲得本地機構 資助拍教學短片 可以幫我平日交通費 對於由曲棍球便送外賣 他說不覺得心酸 反而很樂觀地看 可以以此繼續鍛鍊身體 現在看娛樂新聞 蔡師傅最近拍新劇 亦操得好一點 但是他還未滿意自己的身形 我們看看為什麼 你呢 你是嗎 你背吧 我不是很記得怎樣是最辛苦 因為肚肚那麼辛苦 肚肚 這幾年都累了 我都比較可能在角色上 都是做一些強項的女生 我經常都可能很多體能 很多Energy上 譬如我瘋子 嘩 唱一唱 多高Energy 好像不需要休息 唱一唱都在喊 所以我可能真的 都每一套有不同的經歷 每一套有不同的經歷 但這套 真是體能上 我自己是會對自己的要求 我覺得 應該這樣說 體能上我是覺得自己不足夠 在這套劇上 因為我其實以前 我自己本身讀中學的時候 有玩那些三項天人賽 跑越野賽 我全部都有玩 但是這一種可能是 那種油 不是油韌度 就是duration上 我可以很長 耐力 耐力 我沒有爆炸力 我沒有power 你說玩猴子架 機場特警 你要控制這支槍很重 然後舉高 然後換槍 全部都是那種爆炸力 這一方面我真的沒有 當時一拍完鐵探 就真的馬上入隊去拍機場特警 今天的新聞在這裏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